这是吞噬星空动画中不能公开的一段画面 罗锋用尽自己全身的力量 死死地困住白卡罗 白卡罗近乎疯狂地大喊 罗锋你这个疯子难道是要同归于尽 第五级轨道炮是能够击杀御主的存在 当轨道炮击穿魔云藤的那一刻 巨大的亮光冲天起 罗锋的嘴角却出现一抹 AK都难以压住的微笑 原来罗锋并不是为了与白卡罗同归于尽 他早已经想好了对付白卡罗的计策 等到了火星的时候 罗锋就可以旁若无人地亮出金角巨兽的本体了 金角巨兽是罗锋最强的底牌 现在的金角巨兽已经成长为宇宙级六阶 加上强化天赋秘法 金角巨兽的战力直线飙升 即便是宇宙级九阶的强者 在金角巨兽面前也是毫无胜算 果然在金角巨兽的攻击下 白卡罗很快便败下阵来 他不仅败倒在罗锋的面前 同时还接受了罗锋的魂印秘法 这意味着白卡罗将会从心底 彻底地将罗锋当作自己的主人 即便白卡罗将来成为戒主 罗锋也不用担心他会背叛 这个时候 不明情况的红和雷神 因为担心罗锋的安危 竟然在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看样子 他们已经被迷惑了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白卡罗已经是罗锋忠实的奴仆了 雷神和红还以为白卡罗没死 要报复罗锋吗 这段战斗画面是罗锋不能公开的秘密 因为他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自己的本体是金角巨兽 在收服白卡罗的时候 罗锋也说过 如果你能够保守秘密 那么就可以成为我的奴仆 如果你将金角巨兽的事情泄露出去 那么就必须死 白卡罗承诺 会帮罗锋守好秘密 当初在对付诺兰卫的时候 罗锋潜入海底 变身成为金角巨兽 也是借助巴巴塔 开启了信号屏蔽 所以地球上没有人知道 罗锋就是金角巨兽